一天 学校组织同学们到动物园游玩 鸡仔 蛋蛋等一行人来到了鳄鱼馆参观 忽然 他们听到了一阵 的声音 哇 杨泽好帅啊 好像一只威风的恐龙 咦 哪来的声音 我好像也听到了 有点像是猪叫声 真奇怪 鳄鱼馆怎么会有猪在叫呢 哦 我知道了 鸡仔 是不是你刚刚偷吃莲食 吃撑了在打嗝 你口袋里鼓鼓的就是没吃完的薯片吗 人正物中俱在 还不从事招来 你别瞎说 我从来不会把吃不完的兜着走 刚刚那声音真的就是猪叫 难道是动物园里的哪只野猪越狱了吗 什么猪叫 就是你在打嗝 哎呀 你怎么不相信我呢 那叫声离我们好近 等下不会有野猪冲出来 把我们撞飞吧 我们是不是应该快点逃啊 鸡仔说完就准备往外走 这时 垂垂拉住了它 鸡仔 别紧张 这不是猪在叫 可是我真的听见了猪叫 两只耳朵都听到了 相信我 我们快点叫大家一起逃命吧 别害怕 其实你听到的是杨子鳄的叫声呢 它们的叫声确实很像猪鸣 这也是它们被称为猪婆龙的言言 猪婆龙 听起来真的很像猪啊 鳄语怎么会发出猪叫声呢 这是因为 羊子鳄有独特的发声机制哦 它们没有声带 但能够通过改变空气的压力 来产生这种声音 这样说来 羊子鳄岂不是可以当天气预报员 气压变化 它们都能感受到 确实 如果气压下降 它们会发出类似雷鸣般的吼叫 好像在告诉大家风雨快要来了呢 哇 那它们就是动物界的小异望园吗 是啊 除此之外 它们还会用这种特殊的声音 在求偶和繁殖时期吸引伙伴哦 啊 听到了吧 这才是我打嗝的声音 下次可别再让我背锅了 你别说 要是你的声音再大一些 说不定羊子鳄们都觉得来了一只新伙伴呢 文心提示 羊子鳄的独特叫声 源于它们的发声机制 并能反映环境变化 小朋友们如果有机会去动物园 可以仔细观察这些奇特的动物 了解它们的生活习性 同时 在动物园参观时 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不要靠近危险动物 听从工作人员的指示 确保安全 我是你的趣味随身小百科纯睡 我们下次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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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